秘密投票是宪法保障每位公民的基本人权 然而不少族人迁往外地就学工作 每到选举时刻原住民选民在非原住民组地区投票 容易因为选民数过少造成投票意向曝光 像在全台只有一位平地原住民选举人的投票所就有729所 只有一位山地原住民选举人的投票所也有805所 不只可能间接降低族人投票意愿 更违背宪法当初保障的吴记民投票意旨 在10月6号中选会来召开 维护原住民选权投票秘密改善方案的座谈会 那在座谈会多数意见里面 认为就是说这个实施不在即投票 是能够根本解决原住民这个投票秘密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之前中选会举行咨询座谈会中 共提出不在即投票 集中投票跟集中开票等三项改善方案 若采行原住民选举人集中投票方式 让投票所设置从原本的村里 改为乡镇市区为单位 会中讨论将可能导致部分选举人无法就近投票而增加交通成本 但如果采行集中开票 让原住民选举人维持在户籍地投票所投票 最终再把选举票统一送往开票中心集中开票 也可能延伸出运送选票的安全疑虑跟延缓开票时间等缺点 因此多数意见仍倾向借由投票权人 自由选择投票地点的移转投票方式 实施不在即投票 才能根本解决过去被迫量票的困境 那座谈会当中呢 其实也都取得一个共识 也就是认为说 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部分 是可以来做不在即投票的一个先行 那也非常的高兴 就是得到中选会的一个回应 就是说会来修两项的选拔法 那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 然而实践 原住民族秘密投票权利涉及相关修法程序 同时还得克服技术性选务工作 人无法在短时间内开花结果 但如今因着公投不在即投票修法作业有所进展 也让原住民族社会诉求多年的不在即投票方式 不只越来越具体 也露出一线曙光 原次新闻 就是买乌六立法院采访报道